知識就是力量 知識就是力量 是一句智理名言 他激勵著人們掌握知識向科學進軍 這句名言 是近代實驗科學的創始人 英國科學家培根提出的 1561年 弗蘭西斯培根 出生在英國倫敦的一個貴族家庭 他的父親薄學多才精明能剛 是英國女王伊麗莎伯的掌勢大臣 母親是一位頗有名氣的才女 正通幾個議員 曾經將不少拉丁文明珠翻譯成英文 培根的父母十分崇尚教育 他家的餐廳奴壁上面 長年懸掛著一張 教育使人進步的條幅 培根就是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身 培根自小身體不太好 性格內向 但他 喜歡學習 喜歡思考問題 經常獨自一個人 在僻靜的角落體內埋頭苦獨 母親十分之喜歡他 經常帶他到皇室遊玩 伊麗莎伯女王 看他舉子文雅 談吐不凡 亦非常喜歡 親熱地稱他為 小掌勢大臣 十三歲的時候 父親送他到劍橋大學讀書 有此 他在校園內散步 心中感到很煩惱 因為 在學校裏面 沒有學到自己感興趣的知識 他讀的劍橋大學 雖然說 是歐洲一流大學 但也被 經院哲學統治著 經院哲學 就是一種為神學辯論的哲學 專門論證 宗教教條的正確 學校裏面 充值著神學的真辯 思想僵化方法老套 他覺得 在這樣的學校學習 簡直是有害而無益 那這一陣子 培根看到地上 有一對螞蟻 正在那裡搬家 很多螞蟻 忙忙的工作著 培根仔細地形勢了很久 又有所思地對自己說 嗯 對對對 我也應該這樣做 拋棄那些高談闊論 從事情的最細微處著手 用實踐去驗證一切 培根納治 從事實驗科學之後 在實驗室和圖書館裏面 密密感度過了十幾年 他根據自己的親身觀察和實踐 總結了不少科學結論 1597年 培根的處女作 論說文集就問世了 這本書出版之後 風味一時 多次再版 從而激發了 培根的創作熱情 1625年再版的時候 這本書 已經由最初的十篇論文 增至五十篇 在這本著作中 培根將自己 對社會的認識和思考 以及對人生的理解 濃縮成很多絕妙的 富有哲理的家言 以及警句 如意深刻 內人尋味 不如說 沒有友誼 則世上不貴一片荒蕪 最能使人心神健康的預防藥 就是朋友的忠言規犬 順境的尾燈是節制 逆境的尾燈是堅忍 過分的求促 是做事情最大的危險之一 1620年 培根有一部新書敏世 這就是他的代表作 新工具 在這本書中 培根最早提出了 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 他認為 只有掌握科學知識 才能夠改造和利用自然 讓自然為人類服務 他還提出 科學實驗的重要性 強調只有通過科學實驗 才能夠最終獲得知識 因而 培根 被人們認為是 近代失業科學的 奠基人 或者表彰培根作出的貢獻 英國國王 知武斯一世 授予他指著封號 並封給他大法官的職位 名譽和地位 並沒有使培根停滯不遲 他將人們銷上一些貿誤 偏見 總結為四種假象 有一天 國王照見培根 他問培根 培根先生 聽說你最近 總結出了人生的四種假象 我很想聽聽你的見解 培根回答 培根 陛下 神所說的四大假象 第一種是 種族假象 即混淆人類本性 和事物的本性 以人的感覺 作為萬物的標準 第二種是 動月假象 就是人們根據自己的性格愛好 所受過教育 以及所處的環境 來認識事物 第三種是 市場假象 也就是 咬文雀字 玩弄概念 第四種是 劇場假象 即確守傳統 迷信權威 陛下 這四種假象 都是阻礙人們 獲得科學知識的囚籠 聽完你一直說 國王對培根的智慧 就更加上色 就更加上色 培根離開皇宮 又回到實驗室 他在思考新的問題 如何用科學的方法 獲取知識 他認為 要發現事物的奧秘 除了進行深入的觀察 還應掌握一套科學的方法 培根這一套方法 總結為 歸納 分析 比較 觀察 和實驗的理性方法 並稱之為 歸納法 1621年 培根六十大首 在三年晚會上 一位貴婦人就問培根 培根先生 你的歸納法 如果用形象的言語來表達的 應該怎麼說呢 貴婦人似乎 想被培根出過難題 培根幽默地回答 到了 不做只收集材料的螞蟻 亦不做從自身抽絲結旺的蜘蛛 要做既採物又加工的蜜蜂 一路二六年的三月底 一個寒冷的日子 培根坐馬車郊遊 當時 他就向樹研究 冷熱理論 隨便實際應用了問題 當路過一片白曖曖的雪地的時候 他突然心血來潮 決定 就地 再一次實驗 他送一位農夫果樹 過來一隻無雞 當場把雞殺了 並親自動手 將雪貼入雞的肚子裡 誰知不幸的是 他虛弱的身體 禁不住瘋狂 致氣管炎病的復發 回家之後 培根的病情急劇惡化 於一六二六年四月九日清晨病死